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這個26號羅湖口岸已經是通關了 就不用再搞什麼核酸 隨時都可以回到來 起點就是羅湖關口羅湖口岸 這樣的話如果你開車就是87公里 需要的時間就是1小時營19分 你學會Andy這個神器 高德鼻桃 一擊那個方向靠近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Andy 這一輯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這個26號羅湖口岸已經是通關了 就不用再搞什麼核酸 隨時都可以回到來 就實現到即日來回 十分之方便 唯一的時間成本 第一個是交通時間成本 第二個是交通金錢的成本 是不是 就是兩個成本 我們同事就是Tennis 拍攝了 從大亞灣曼達 去回我們羅湖口岸 大概要多少時間 兩個多小時 都幾乎 我們今天就介紹一個神器給大家 什麼神器呢 就是我們這個高德地圖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個螢幕的高德地圖 標誌著這裏就是羅湖口岸 對不對 羅湖口岸 如果你一出來之後 建議你先下載一下 如果你在外面回來 在香港回來 下載一個高德地圖 在這裏 小美或者下載APP的地方 收索一下高德地圖 很多就用高德地圖 有些就用這個百度地圖 其實都差不多 我這裏就用這個高德地圖 其實都比較精準一點 OK 下載好之後 打開 OK 如果是的話 如果好像我們交通 這裏很全面的 去哪裏居住 是不是 我家是騎伏僧寸 去哪裏居住 有些什麼玩 加油 周邊遊 駕車 是不是 交通 即是公交車 公交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這個 市政巴士 打車 是不是 開車 全部都可以搞定 喂 買車都有 各位觀眾 嘩 算了 不點了 嘩 這槍 朗翼十幾萬 OK 那不搞那些了 跟大家說回這個神器 也就是我們高德地豪 相信也有很多觀眾 有用過類似地圖 OK 那說回 如果我今天通關 即是我們現在不是拍攝 因為知道今天真的 是人山人可 沒有辦法的 你去到也是人逼人的 那如果你回來 是吧 回來的話 是怎樣的 行程 回來 回來 我們 我們這個 惠州這塊 其他地方 其實都是同樣的道理 OK 那我定位 就定在這個 羅 喔 羅口岸 羅口岸 是不是 這裡是出發點 路線 假設 這個就是綠色 就是一個 出發的地方 就是你上車的地方 出發 OK 那我要去這個 最關心的這個 十里銀灘 維港灣 公交車 哇 真的 有點麻煩 各位觀眾 哈哈 這裡就去到多少 小個多鐘 如果是這樣搞法 就 頭尺了少少 小個多鐘 那麼 看回這個 架車先 開車先 那麼全程的話 如果你開車的話 這個人仔是我自己來的 衛東 他今天在衛東最差 那麼的話 就許點 許點就是 羅湖關口 羅湖口岸 那麼的話 如果你開車 就是87公里的 那麼需要的時間 就1小時019分的 就是這樣的時間而已 OK 這個是維港灣 嗯 如果我要去山河城 因為山河城之前 都很多些 香港觀眾買了 如果在山河城 都是1小時 多一點點而已 就是大概這樣的時間 OK 如果去南河新城 南河新城 就是我們碧桂原南河新城 OK 都是1小時的時間 全程都是這樣開車 可能開車 現在兩地牌 還沒搞定 或者不方便 好的 打車 打車 看看什麼價錢 打車如果去南站山城 就是162 淡水好些 應該去 為什麼它會變成一個 人民南路 嚴河南路路口呢 因為它這裏 適合我們電位 定在路口岸 就是關口那裏 你出來門口 就是人民南路 或者你在羅湖關口 口湖那裏 都可以 定位定在那裏 都可以 這個是淡水 淡水立膠 淡水立膠之前 多人走過 淡水立膠比較熟悉 打車就148 148 這個打車的話 因為你從大亞灣 坐車都是兩個多小時 這樣就很麻煩 時間成本很高 你下載完之後 你就打車 打車 按這裡 直接就立即打車 這樣就可以了 立即打車 那我就不按了 待會就打到我的車了 OK 還有一個 性價比特別高一點的 我們就再來介紹給大家 去拼車 拼車的意思就是 可能 在那附近拼到的車 基本上都是你 香港的觀眾比較多 就是那個羅湖關口出到來 比較多些 按一按就 是吧 一按 確認呼叫 72元 72元的話 你打步的都差不多了 你開車可以開個小時 那些高速路費 你可以跟司機談 有些人要 大家乘坐乘客 可能一輛車來說 可能四個人 四個人 他就問 坐三個欣 車頭一個 車尾兩到三個 他就會問 要不要走高速 或者走低速 對不對 要不要平攤這個路費 如果大家都說走低速 大家就走低速了 那就比較慢一點 就是這個意思了 那這裏的話 那這裏的話 有些什麼車可以選擇 對不對 很多 HELLO超市 滴滴 其實這些我們都叫滴滴 很方便可以出行 那因為的話 體驗到一個時間成本 就真的 比較高些 也都是比較 就是想的東西比較多些 要比較複雜些 那你學會Andy這個神器 高得地圖 嘩 一擊就幫你調整 是不是 你走大野灣去到這裏 兩個多鐘 又說這裏轉車 那裏轉車很麻煩 但只要你有這裏 這個神器 用縮了 凡事都是一兩次的 那你就用縮了 以後去哪裏都很方便 要是的話 我除了你那裏灣區住的話 我希望還可以去到周邊的旅遊 和遊玩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對不對 因為這個高得地圖 這裏 就有拼車 拼車便便宜 當然 那就是你消費 一分錢一分貨 那如果你說不用拼車了 OK 那我直接在這裏按一下 確認打車 那就可以一七個 只有你自己一個人坐 如果你有兩三個朋友一起坐 那就便宜了 是吧 因為第一台車就是你的 那你要坐不違規的情況下 坐三個四個人 也都沒問題的 那成本就OK 就在這裏了 所以對你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適合的使用方式 OK 那第四個就是這個公交 這個公交的話 如果你去一個淡水立交 那你就坐一號線 羅寶線 因為這裏呢 你點進去就很精細 介紹給你聽 去到哪裏 換甚麼車 這樣 對不對 是不是很全面 各位觀眾 嘩 看到沒有 那 老步街 樂壺地鐵 國貿 老街地鐵 老街再轉三號線 龍光線 曬步 翠竹 田背 水背 祖步 草舖 布吉 再換成個地鐵 十四號線 沙田站 沙田站 走了十四個站出來 四十四分鐘之後 OK 那你去到這個 衡養科技 即是搭這個地鐵站一 公交站 搭公交車站 哇 十六個站 麻煩 哇 真是 不過就 這個 即是如果要成本低一點 就見夜拼車的 因為我們這邊都很流行這個 搭車 即是一起去到那個 目的地的附近 有些是半路放下 那些乘客 OK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交通狀況 因為你回來的話 最大的問題 一個是交通問題 第二個是時間成本 因為我回來這裡是休閒去玩的 那你說真的 你來趟 你來趟 假設來勝 我去點一下這個 十里銀灘 為廣灣先 OK 打車 看看多少錢 因為這裡 就靠海邊 你去玩可以都舒服的 駁車的話 就120元左右 打車是兩百多元 兩百多元 先點一下雙月灣 雙月灣 雙月灣的話 雙月灣有點重 這個觀眾 如果遇到這個高峰期的時候 那你就真的 三百多元 肯定搞不定 你沒有過五個水 搞不定 因為塞車 因為塞車 因為那邊 旺季時候要塞車 那我駁車的話 就180元 駁車是180元 那看看自己開車 羅湖關口 羅湖口岸開車的雙月灣 其實都不是遠的 129公里 1小時48分 看看怎麼坐車過去 沒坐過 高鐵 可以坐高鐵 深圳北站 沒有 公交車是去不了的 不好意思各位觀眾 那 之前有些 很多觀眾買了 富力灣 富力灣 看看 富力灣應該很方便 路湖關口 富力灣 公交車 因為這裡還有一些 飛機 火車 高鐵 看看這個火車 是否可以 深圳北 惠州南 這裡還有火車 這裡坐的 還有飛機這些 還有可以選的 黑車火車 新能源 看到嗎 駕車 駕車開車 可以了 一個半小時 打車 打車是富力灣 打車都是百多元 拼車143 公交 公交 公交就五個多鐘 遠了少少 各位觀眾 那 那 看回這個火車 好實際些 那 深圳北 到惠州南站 就28分鐘 一下車之後 打步滴滴滴過去 近很多 亦都省很多錢 最重要是省錢些 時間成本夠便宜了 OK 主要說回到十里銀灘圍廣灣 都一樣 惠州南站 或者惠州站 惠州站就是惠州北站 一個小時多些 就是這樣 惠州南站是最方便 因為惠州南站過來這個 惠州南站過來這個 惠州南站過來這個 我們這個惠港灣 就是半個小時 就到 你半個小時打車的話 是五六十塊左右 就很方便 如果我們走的話 就一於都是 直接是 搏車 或者打車 會方便些 因為你的時間成本 又在這裡 對不對 你計算了 那如果你是從 拿個 路口岸 過來那個惠港灣 那你如果是 怎麼說呢 那你 坐個高鐵 你又要過來兩個小時 因為你要等車 如果搏車 一般是即行即走的 一百二十塊 時間便宜了 那我來玩是 給多幾十塊 即是性價比起 然後呢 給到你的 是一個 比較舒適 到家門口 因為這種車 就到家門口 因為是私家車 來的 那些滴滴的車 是私家車來的 到家門口 那就 又方便 對吧 又不用說 再繞這麼多圈 你拖著那些 一家大小 又有劫 那些 很頭痛的 各位觀眾 對不對 那你這樣的話 一步 就到家門口 你想 幾個人 兩三個朋友 一起來 就 打車 最方便 OK 那這個就是 我們這個 高德地圖 打車給你 如果你是說 有時候還沒綁定這個銀行卡 你可以給現金給他 也沒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OK 這個就是兩個 即是低成本 時間最快的 一個就是用高德地圖 這個查到很多東西 讓你去附近 遊玩 因為這裏 還有很多東西玩 附近的景點 對不對 那我現在訂了 去圍洞 他就教我去哪裏 大雅灣 清泉古市 雙越灣 你點一下這裏 你學會了之後 或者在這個 惠州西湖 要不然的話 你這樣點一下 有地方住 那我這裏 就 可以截前 頂過這裏 周邊酒店 這個西湖酒店 這裏就是西湖來的 OK 那 可以很方便地點一下 酒店這個位置 你可以直接去 訂這個酒店 也沒有問題 距離 因為這裏有距離 這個 紅花湖景區 有多久 西湖 紅花湖多久 那 點一下 點到直接這裏 到航 又是到高德地圖 路線 OK 這個是 我這個衛東的位置 如果你去衛東住 或者去平山的話 那你這樣點過去 這樣就很快 隨便可以倒一倒 解決到 你以後 住在大灣區 交通有多便利 打車有多方便 是吧 那就可以全程可以過去了 OK 當然了 最好最關鍵的一件 就是說 如果 你是 回到這邊 看樓的 OK 你可以 出關口 隨時打電話給Andy 看樓 幫你制定一個 是私人看樓服務 你在東莞也好 或者在一個 廣州也好 或者在一個 路關口 或者在深圳也好 你給個電話給Andy 去當場那裏 接班 看樓 這是我們頻道 對於這些客戶 觀眾 買樓的客戶 是一個 最高的接待標準 有一套 都可以幫到大家 那 也有一個 團隊 即是那個 玩 節駕遊 或者是那個參團 參團 布團 一天有 兩天有 有興趣的觀眾 聯繫我們 這輯交通 這個神器 這個高德地圖 大家記住 高德地圖 就是介紹到這裏 有什麼疑問的 歡迎 留言 這輯就分享到這裏 2月6號 大家回來 玩得開心 玩得盡興 OK 拜拜